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若是他的猎神神通还无法裂开对方的元神 那他今天只能退走 他的猎神就算是先帝中气也曾杀过 莫无忌区区一个仙尊绝对挡不住 现在看来对方果然没挡住他的猎神神通 罗姨 给我死去吧 都红一步就跨到了莫无忌身前 张手抓响了莫无忌的眉心 莫无忌如此的年轻 不但是个八品单地 还是如此强大的仙尊 甚至还是神体后期的炼击者 他肯定莫无忌身上有秘密 而且秘密还不小 这次来天外天方式让他吃了一些皮肉之苦倒也是值得 在都红的手距离莫无忌的眉心还有数米之时 他忽然感觉到周身的空间一顿 他的身体在这一夕时间突被固定住 不好 上当了 独虹瞬间明白过来 他的猎神神通并没有影响到对方的元神 对方那拳之所以突兀的顿着 那是因为对方这拳是空间禁锢神通 根本不需要打出来 独虹想的一点都没错 莫无忌那拳就是空间禁锢神通 他知道 哪怕他现在是先尊 这神通也只能禁锢住都红半戏时间 但由这半戏就足够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长河早已撕裂了都红的肉身 一种死亡气息涌了过来 都红掩住通红 立合一声 给我宝 银色长河落下 独虹整个身子都在莫无忌的长河神通下化成了碎渣 同一时间 独虹的猎神边爆裂开来 恐怖的气息冲测了整个空间 一股强悍的力量冲击而至 莫无忌顿觉自己整个身子都被最重的铁锤给轰皱 戈壁荒原的碎石裂开 莫无忌直接被轰住地底 他周身骨骼碎裂的生意 早已自己清晰可闻 莫无忌的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是神体后妻 独虹临死之前自爆裂神鞭 早已干掉他了 就是没杀掉他 也足以毁灭他的肉身 可就算他是神体后妻 依然深受重创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修为和督红相差太远 莫无忌抓出了树莓丹药吞下 神念立刻笼罩住了周围的空间 一个极为虚弱的元神被莫无忌捕捉到 莫无忌先缘大手一身 这元神立刻被他捏在了手里 放我一条生路 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说 独虹的元神此刻极其虚弱 他很想趁着自爆裂神鞭的时候立刻逃走 但奈何莫无忌的长河神通过于可怕 那神通不但碎裂了他的肉身 而且还把他的元神不断削弱 果然还没等他逃 莫无忌已经将他抓住 他心中是万分后悔 不该来蹚这套浑水 敢在天外天方式开单阁抢生意的人会简单吗 而且他也很清楚 自己今天恐怕很难保住性命了 莫无忌冷冷地说 任何想要我命的人 我都绝不会留守 更何况你连戒指和法宝也炸了 我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样的理由放过你 独虹心中一沉 莫无忌 如果我不是迫切地要杀了你中了你的剑技 你再强也杀不了我 我的实力甚至连先帝重器都能杀掉 比那个狂径强迫了 现在我可以以灵魂发誓 只要你保住 若不是怕被神通反噬 我早就用圣死轮干掉你了 还会等到你自爆 哼 莫无忌打断了都红 说话间 莫无忌的先缘一紧 都红的元神直接溃散开来 化作虚无 最后那句话 莫无忌还真没有骗都红 他担心都红实力太强 自己施展生死轮会反噬到自己 不过经历了今天和先帝一战 莫无忌更加清楚 他现在最迫切的不是继续提升修为 而是尽快在战斗里充分利用上自己的神念 假如他的神念也可以参与斗法 那今天他杀都红将会轻松得多 还有他的生死轮神通 如果可以略微变化一下 不是一生一死 那将成为他的大杀器 有时候并不是一次将对方干掉就是强 相反的 如果在斗法中 用生死轮能够让对方身受重创 一样是顶级神通 再说天外天方式的凡人丹药阁外 数千的店铺部主围堵于此 要求凡人丹药阁的阁主站出来 给出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 他们将会直接打进凡人丹药阁 我主啊 现在要过去吗 站在外围的狼币 小声询问着身边的滕飞烟 滕飞烟却是淡淡一笑 自然不需要 等凡人丹药阁被轰破 东西被抢 那就是我们去的时候 此时娄四也有些呆滞 现在整个凡人丹药阁就他一个人 面对这么多想冲进凡人丹药阁的铺主 就算他开启了困杀阵 恐怕也抵挡不住啊 各位请听我一言 尽管娄四内心忐忑不安 但是此刻他也只能站出来 群情激荡的铺主们 虽然还没有强行攻击凡人丹药阁 但娄四清楚 这并不需要等待多久 只要有一个引子 大家就会一拥而上 娄四运足先缘送出去的话 让汹涌激荡的人群略微顿直了一下 他赶紧抓住时机说 我凡人丹药阁为的是各位购买丹药 和前来寻求炼丹的仙丹 而别的店铺嫉妒我们为大家谋福利 他们赚不到黑金青金 所以才要攻击我们凡人丹药阁 一旦我们凡人丹药阁被轰击 不要说大家以后不能在这里购买便宜的仙丹 就算是交纳了青金的仙油 也是竹篮打水 无法收回属于你们自己的青金 紧紧说了这些娄四就停了下来 这些都是莫无忌教他的 如果这句话不行 他就会开启困沙阵 然后坚守 莫无忌也知道 娄四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 所以教了他这句之后 也没说其他的 如果是他自己 就算这段话不能阻拦众多部主 他还会有别的话说 果然 娄四的话刚说完 凡人丹药阁外 数千等候仙丹的仙人 同样群情激愤 他们可都是缴纳了青金的 一旦凡人丹药阁被砸 他们的青金哪儿需要去 随着这数千缴纳了青金的仙人站出来 一些前来想购买丹药的仙人 也加入其中 那些铺主顿时有些傻眼 他们根本没想到 凡人丹药阁还能发动这么强大的力量 这些前来寻求凡人丹药阁炼丹的人 可没一个是豪相语的 全都是在宇宙币抢夺战场上活下来的精英 一些想混水摸鱼的店铺铺主 悄悄退走 这些店铺铺主 本来就没有前来凡人丹药阁炼丹的人多 一些人开始退 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 短短时间 那些聚集起来的店铺铺主就全部退离 一场看起来十分汹涌的抢劫暴动 尚未被点燃 已经被几句话彻底的熄灭 远处的腾匪炎脸色有些阴沉 他身边的狼臂则叹了一口气 凡人丹药阁这个阁主不简单 原来他问这些排队的人收上石青鲸 还有这个作用 狼臂的确有些感叹 娄四站出来说话 他还以为娄四是要给这些铺主一些交代 不过他很清楚 哪怕凡人丹药阁 承诺马上搬走 也交代不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娄四不但没有给交代 犯到大骂了这些铺主一通 狼臂 如果那个莫无忌回方氏了 你请他来方复一下 我想见见此人 腾匪炎没有回答狼臂 只说了句不相干的话 独虹我知道 尽管是先帝初期 可他无限接近先帝中期 甚至我听说 他用猎身边杀过一名先帝中期强者 莫无忌再强 狼臂没有说下去 他知道腾匪炎知道他的意思 腾匪炎只是冷笑一声 那莫无忌 连别的铺主联合起来暴动 都能想到 他会想不到独虹的实力吗 既然他知道独虹的实力 还敢将他带出天外天方式 你说是为什么 不是独虹差 而是独虹和我一样 之前都没把那莫无忌放在眼中 换成我 如果确定莫无忌的实力不是先帝 我一样会随他离开方氏 作为一个先帝 腾匪炎岂能不清楚先尊先帝间的差距鸿沟 如果莫无忌真的以一个先尊之力 干掉了都红 那他恐怕就是这方宇宙中最强大的先尊了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